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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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出汗了 我们就从原味开始 好的 谢谢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是因为你是挺 你这毕竟是反抗 反派 这是嘻哈精神所在 那我问你 因为我知道你曾经写过歌 你有没有考虑过 踏入嘻哈界 开始写一些嘻哈歌曲 甚至成为一个rapper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我们这一代人 60年代 70年代出生的北京 在整个80年代成长的人 有一个特色 每个人都写诗 因为基本上80年代是一个文化爆发和视野打开 同时也是一个从过去的集体主义教育慢慢走向一个个人教育 所以80年代有一个很cheesy 很有趣的一个 但是也有一点大家想讲很多的一句话 我就是我 但也就是说整个80年代是一个当时的年轻人是处于一个自我定位 自我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那之前没有 你属于一个社会 你属于一个集体 你从来不是个体 但80年代是个个体爆发 个体爆发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很多人爱写诗 用写诗来表达我就是我的 那当然有的人写得很好 像王丹 他就是成了大诗人 那我呢 就是属于到最后不敢承认自己曾经是个诗人 但至少说我曾经写过诗 对 不一定是个诗人 对 是两码诗人 但是后来到了台湾住下来以后呢 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看过我写的文章啊 各方面以后就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个歌词 所以我是被commission 被要求来写的 哈哈哈哈 he didn't pay so it's not really a commission 他是一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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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要求写的 所以大概就真正发表的只有那么一首诗 那么一首歌 歌词 所以应该说到成为rapper这个事情 呃 no 咱们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就比较轻松愉快的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稍微沉重一点 国内外关注中国问题的所有的人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他们是在近几年以来逐渐发现 就是本来对于中国的这个假设的预判是错的 中国并没有通过经济发展诞生出一个民主社会 那对你来说这么的一个社会现象 它是具体有哪一些根本性的原因 我想当初是一个美国是做了这么一个自私的假设 我说我常说从克林顿时代开始甚至更早 那美国的对中国的政策其实都很自私 他是建立在所谓美国利益 为了美国利益呢他要争取中国市场 让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 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动能 变成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带来最大的利益 但他用的他总不能说我们都是为了自私才要跟中国 这样讲起来说不过去 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说法说一个假设 就是说高度的与中国的经济连结 会使得中国经济发展 会促成大量的这个中产阶级的发生 也因此会催生公民社会 因此最终会引导中国走向民主 这是一堆假设 一堆假设 这个假设呢我就可以 还可以说它是 难易 还可以说它是这个天真 那第二个假设就很邪恶 就很自私很贪婪 就是我没错 我们的这种做法呢 为了美国利益去跟中国经济上的贸易合作 一定会帮助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强大 帮它稳定 那中国是一个极权政府 是个强害人权的政府 我们帮它稳定 帮它强大 一定会有后果 但那个后果会是中国人 不会影响我们 所以这个假设呢 就是自私了 这个完全就不能用天真来形容 关键是这两个假设 两个假设 都是错的 都没发生 第一 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出现 没有催生公民社会 没有走向民主 第二 中国在一个高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 才不管你美国给它设定的国境线 它是个贪婪的专制体制 你说好啊 为了我们美国利益 我们拉中国进到WTO 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进去了以后说 因为我是WTO 所以我要进入你的美国市场 但是呢 你美国要进到我的中国市场 我不让你进 你说你怎么不守规矩 规矩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 原本想要跟中国打交道这些人 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而且中国操控 它的人民币的汇率 用这个方法 赚取大量的进出口的逆差 然后用这个网络上面 它架设相当的壁垒 Google和Facebook 在中国赚不到任何广告费 因为根本他们进不去中国 但中国呢 可以用它的 让它的微信 让它的所有的 可腾讯等等 在美国赚广告钱 这个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呢 就是第一个假设和第二个假设 通通都失败了 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 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 你面前有那么一大堆钱 资金 经济上的利益 美国假设 美国假设 好像中国一定也是会守规矩的 这个假设呢 就让美国到今天 我们知道中国的成语叫 养虎为患 骑虎难下 在这两个成语里面 这个虎字 其实要翻译成 比较准确的翻译成 英文应该是 Evil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